大家好 我是龍仔 今天這部全新紅色BR2Z 究竟它做什麼新車要拆油底呢? 其實就不是全新車一落地就要拆 我們講解了現在要處理什麼問題 因為掃把佬在這一代FA24引擎裏面 它生產過程某些油壓部件的情況下 爭口膠漬得太多 導致很多碎膠掉進了解油吸管裡 導致有淤失的情況 這副FA24引擎 很多人以為解油的膠在油底的膠哪裏清出來 我們故意不清理這條膠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這條膠不屬於油壓部份 其實它是血落的可能性近乎零 很多人就問 喂龍仔 那FA24那些碎膠究竟是哪裏掉下去的呢? 我們這次專程撐油底下來 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碎膠部份是不關機油油底這條膠邊的事 大家見到它這條膠邊比較粗 還有這個位置不屬於一個有油壓的位置 所以油底掉下去的碎膠並不關於機油油底的膠邊問題 有些人就問龍仔嗎?那膠邊哪裏掉下來的? 其實FA24的部件尤其是一些油壓部份 是兩個橢圓形這樣組合出來 這個位置會塗一些砂口膠 我們俗稱又叫麥豐膠 當然它會有一個設計甲蟲 去給它儲存那個砂口膠的份量 但是因為生產過程中 砂口膠的份量多了一點 變相兩件組件造成爺牙一齊的時候 就有些砂口膠入了出來 入了出來的時候 經過有油壓管道的沖刷 即是經過機油有油壓底下的沖刷 那些碎膠就會掉下去這個油底 從而給這個吸管吸了上去 吸管中間有一個濾網 濾網就會將那些碎膠聚集在那裏 但是因為碎膠量實在太多了 所以就會形成於室的情況 那你問我 我絕對不建議新車拆下來就清膠 因為新車拆下來那些油壓部件 根本就未將碎膠充斥下來 就已經打開清理 那很多人以為 喂 在油底裡的 那其實大家誤會了 就是我們其實要拆油底 才清理到吸管裡面的碎膠 而不是要清理油底的碎膠 那有幾個朋友問我 喂龍仔 那應該幾時適合清碎膠呢 那以我經驗安全範圍 大約五千至一萬公里左右 那當然理數越高 收集的碎膠相對 理論上是比較多的 但是為何五千公里就清呢 就是因為始終我們發覺 因為我們做了現在 接近三十幾台 GR86和BRZ 那有些五千公里 那個油塞情況都非常之嚴重 所以我們建議 五千至一萬公里 就清一次碎膠 那有些朋友問 喂龍仔 是不是清一次就可以的呢 你問我 我個人 未給到一個確實答案出來 因為始終現時 香港的GR86 BRZ 理數不算非常之高 大家都介乎於 一萬至一萬五公里左右 我已經約了幾個朋友仔 他們五千至一萬公里裡面 清過一次碎膠 那就約了他們三萬公里出來 我們重新拆一次回來 看看 究竟碎膠的狀況 嚴不嚴重 那我們會再更新大家 究竟需不需要 做第二次的清膠動作 那如果我們拿了一個 比較 數量多的 記憶之後 那我們就會 決定 第二次清膠 是甚麼理數進行 這個我們都 很值得等待 那我們很快就會有研究的結果 那很多朋友問 喂龍仔 會不會說加上 桂油擋板好些 那桂油擋板有甚麼用呢 是嗎 用來阻止碎膠 都再次累積 那我說實話呢 桂油擋板和碎膠的關係 沒有甚麼直接關係 但只是手工 是一樣的底下 很多朋友順手 買了這件零件 加上它 那我手上這件呢 是一個日本品牌的 桂油擋板 那為甚麼選擇它呢 首先重點是價錢 一來呢 它的價錢 不算是一個 比定價高的產品 日本品牌 即是說呢 它都屬於這件零件 去計算 算是相當之便宜 還有做工來說呢 是相當之好 亦都顯得出比較有誠意的 主要它的設計 有兩層隔板 那很多你說 那些日本C字頭的品牌 或者G字頭的品牌 它只是只有上層 是沒有下層的 有下層呢 更加方便壓住機油 那它的主要作用呢 就是安裝在油底的油底殼這個位置 那當這個機油有機油的時候呢 在你G-Force較大的情況下 那些機油不會因為G-Force的影響呢 它會撥到左邊右邊 或是傾側 那從而呢 給我解油吸管呢 吸得更充足的機油 那這個是它主要的作用 那當然有些朋友說 喂龍仔我不是開得特別激進的 平時代步多 不裝可以嗎 那其實這件產品呢 不是必須性的 那我帶出了它的作用之後呢 需要不需要安裝 車主自行考慮都可以 那你問我如果 平時會參與一些飄移活動 或者駕駛比較激進的朋友呢 我會比較建議安裝多些 那如果你說是代步車的朋友 那說實說這件產品裝了呢 就對你的車沒有什麼負面影響 那自己考慮 需要不需要 那龍仔 這個清交的項目呢 需要很多時間嗎 那很多車主問我 喂龍仔 早上放在下午拿不拿到啊 在手作上呢 是一定做到的 但是呢 我九成九 都會建議車主 隔一晚的東西給我們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就是因為我們希望 裝了這個 解油油底上去 那我們都會打回一定的 爪口交數 我們希望它有足夠乾透 或者足夠乾的程度 我們才加解油力去 所以雖然我們收的手工 非常便宜 那如果大家有在我們的 Facebook專頁 或者有WhatsApp問過的話 我們拆焦 落油底 清了膠 都是說收你千多元手工 那千多元手工呢 但是我很希望大家 給我們足夠時間 可以等膠乾了之後 我們才加解油 普遍都建議車主 隔一晚給我們做 譬如可能 星期五的下午放下 星期六的晚上取車 那我們希望呢 這個爪口交 有足夠時間乾透 那也都希望朋友仔 就算不是找我們幫忙都好 看看有沒有師傅 可以等你部車 存放得時間長少少 從而等這個鑽口交的位置 光透才加的添加解油 那就算不光透都好 我們都盡量預算 12個小時或以上的時間 之後才加解油下去 好 那龍仔 還有一個問題 那如果車主不做這個 清膠動作呢 會對部車有什麼影響嗎 不做清膠動作 對部車有什麼影響 其實大家上網見到 很多不同國家的先例 那幸好呢 香港暫時未出現 那可能大家對網上的知識比較多 那很多情況就是 好似美國啦 它的交車有一個賽道日 那在當日呢 都有GR86 因為這個問題呢 然後有導致到人情的損壞 那或者已經有非常多的 台灣 美國 日本 周邊的國家 出現很多俗稱新車燒杯市 甚至引擎故障問題 那其實就不是說嚇大家的 但是因為始終我們沒有辦法 測量到吸管裡面的水膠量 那的確有些車是比較少的 但是也都比較多車呢 是真的相對多 那麼我們影片裡呢 都會補充很多照片給大家參考一下 每次我們在清家的過程 無論拆油底 車的清潔狀況 由吸管裡面的水膠量 清出來吸管的水膠量 甚至清理後呢 我們都會補回一定的照片給車主參考一下 那麼就叫大家 起碼做了之後 心安理得 不用擔心 那麼副引擎幾時會有問題 Cid 在櫻子上 確認 沒過分 沒有過分 滾